好 民进党说有不明的网络骇客入侵到蔡英文的竞选办公室的电脑 包括网络窃取到机密资料 警方在刚刚表示这个网络骇客实际上追查不容易 尽管法律对于骇客的入侵行为定有罚则 却不容易掌握足够的证据 现在已经违请民进党来协助搜证了 警方认为调查不易 不过很难得看到其实警方已经锁定了所谓的IP 民进党也已经锁定IP来自于研考会 包括了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 真的不好查吗 还是说我们做一个下面这次报道 您来看一下 过去曾经有人在网络当中说要刺杀 蔡英文对蔡英文不利 同样的状况 赤马案确实非常快速的破案 这个赤马案快速破案 有一个关键就是因为锁定了IP 这一回刺探民进党选行 IP已经锁定了 警方为什么办不了呢 我们来看看这次报道 当时一个国民老师 郭晓老师 跟另外两个老师有过节之后 冒用对方的名义 寄罚电子邮件到总统府 扬言要刺杀马英九总统 刑事局警方就是寻线透过IP 将他移送法办 你对你的同事有什么恩怨吗 被警方逮捕的国晓老师 就是扬言要刺杀马英九总统的嫌犯 这名陈兴老师 因为跟其他两名老师有过节 竟然用对方名义 寄了电子邮件到总统府 扬言要对马英九不利 还用他人的名义 发恐吓的email 到总统府的网站 那嫉妒要杀害马总统 警方徐线追查 抓到这名老师 还从他家中搜出笔记本 罪证确凿移送法办 他们地方法院审理之后 认为他为人失表 却因为私人恩怨 做出不良示范 本来应该要重判 不过考量陈姓老师 颇有回忆 而且他目前正在研究所进修 还有年迈的母亲 需要照顾 因此法官从轻发落 执意未造文书罪 将他判处七个月徒刑 得一颗罚金 三日新闻综合报道